来看惊险的火场画面 这是发生在日本东京 有一栋化学工厂在周二的时候发生大火 至少五栋建筑物都被烧毁 可以看到多栋的建筑已经陷入火海 火势猛烈黑烟窜天 当地一共触动了63辆的消防车 五个小时之后才控制住火势 那么大火造成约800平的面积都毁损 造成一个人伤亡 也吓坏了附近的居民 有人表示至少听到了六次的爆炸声 一度还因为可能有有毒烟雾飘散要求撤离 而且这个燃烧的地点 距离东京的地标SkyTree不到两公里 目前起火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